那底下我们就讲一个实际的例子 用实际,我们叫stuck effect 就是原子在电场中 原子在电场中它的能量怎么样改变 我们就用这个例子 我们叫stuck effect 就是说原子在电场中 均匀电场中 就均匀电场 首先看我们怎么样描述一个 怎么样描述 电子在均匀电场中 它所受的怎么样 它产生了新的能量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 电子在电场中 它能量是什么 它力量,我们先看力量 一个电子在电场中 它所受的力量是什么 就电量出电场 这是电子电量 电子电量是负一 然后再承上怎么样 承上电场 这是力量 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能量 我们怎么得到能量 就是H1 能量就是 电子承上怎么样 承上微能 那微能怎么写 那会不会解出来 我们知道 我这样写好了 对不对 叫电位 电位 电位的梯度是等于电场 电场是一支的 1等于 现在是等于这个 等于负的 1 我们取那个 我们把G方向 G方向取在那个 电场方向 所以我们就趋势成这样子 我直接把公式写出来 这等于 这答案是这个 这是V V等于是 1的解 这个解 这定位的解 你可以校对一下看 就你做那个 其他的P2 其他的P2是等于 负1的 这个应该很容易做 很容易校对 那你把这个 把这个V带到这边来 是等于这个结果 那你如果选择 如果1等于 我用那个X 我用那个X 这样比较 跟原先的能量 不会混在一起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我们得到那个 Hymetonium 就围绕的围绕像 围绕像是整个电子电量 不是 基本电量 乘上电场 电场强度 然后乘上怎么样 乘上G 所以H1我们知道的 那个围绕像我们知道了 然后下一步 我们就要算那个能量 能量的修正像 那这一步有没有问题 好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我这边补充一下 因为刚刚有同学在问 这是原先的第二阶围绕 对不对 第二阶围绕像 那如果父母等于0的话 这会发散的嘛 但我们经过刚刚那个 我们刚刚那个 检病箱的处理以后 就要换成这个 换成 例如说 假设只有两个了 如果只有两个的话 就换成这个了 假设K 跟N 原先这两个相等 对不对 那我现在把它换成这个 这样会的吗 这样的话父母就怎么样 父母就不相等了 但这个要换成新的 这要换成 这要换成新的破完数 这要换成新的破完数 知老讲意思没有 这样的话就不会发散了 对不起我不要上了 不要这一项 就这一项 原先有问题的这一项 我再讲一次 原先有问题的这一项 我把它换成这个 这样会的吗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OK OK 那么现在就讲这个问题了 就讲那个start effect OK 那么先求这个 这是N等于1 L等于0 这机态 我们看机态 机态的第一次 低阶能量修正 那这能量是 那我把H1 H1在这边 我们把H1带进来 你就得到 那我们带进去积分 对不对 这是三度光级积分 然后R E0 就Y0 因为这是E0 所以是E0 然后Y0 我们把它分开来 我们先看 Z可以写成什么 对 我们知道那个 Y10 是等于怎么样 忘掉了 忘掉了 Y10是cos 前面还有个系数 等cos 对 对不对 OK 然后我们 我们成像于R R 对不对 那这变成什么 变成Z 所以我们知道Z等于多少 等于是4π3RY00 对不对 OK 对不对 Y0 这样没错 OK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 1 一双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论 OK 小不小 这个基本等于多少 D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结论是0 所以机态 在均匀电场中 机态没有修正 没有第一阶修正 机态没有第一阶修正 OK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 其他状态 其他状态 就说其他不同 NLM其他状态 看有没有修正 我们再看其他的 超了没有 我们先来看其他的 要讨论其他 我们有一个 我们再恢复原先的 我们再恢复原先的这个公式 这样比较好用 我们就等于是这 5 NLM 然后 所以这边是等于1 然后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 为什么我把它换成这个 因为我要用到一些数学特性 都写了没有 这可以写成这样子 1 1 那这也是那个 有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要我们底下用对称性 我们用对称性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把那个R换成负R 我们把那个坐标 等于坐标倒过来 然后这个是变成这个 这个换成负啊 这边有个负号嘛 对不对 这个换成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要知道是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要知道是这个 会得什么 是跟那是一样的 所以告诉我们就这积分里头 对R的inversion 就R对调了 R的方向改变 它是什么对称 我是对称 因为它没有 它不改变到负号了 但R呢 R是什么样的对称 R是什么样的对称 G是对称 你倒过来的话 它差一个负号 所以这机分是多少 机分是0 这个是等于0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义 我们最右边是讲G态 最右边是G态 这边告诉我们 所有状态都怎么样 基本都是0 所以告诉我们 所有状态都怎么样 都没有怎么样 没有地界修正项 地界修正项都等于0 这样清楚吗 就是说原子 原子在均匀电场中 所有状态的地界修正都等于0 就I跟State I跟State的地界修正都等于0 这个地方我再补充一下 你们想想为什么是这样 我稍后看 R换成负R R' R'是等于 我讲是R' 如果R'等于负R的话 R'等于R 就因为它距离 到原型的距离还是一样的 θ变成什么 这个θ跟原型的θ成什么关系 像π 等θ Φ呢 2π 2π就等于原来的 5是底下那个绕的脚 原型在这里 现在改变在这里 这样回来吗 那我们知道 这个po函数 对不对 破行式是 对不起我再写一个 我这样写 破行式 YRM 这是YRM YRM不是θ5吗 对不对 可以分成什么样 θ5跟什么样 跟5分 5分这是固定的 那我们如果取绝对值平方呢 绝对值平方是这个 对不对 这是平方 然后再 θ 然后后面是什么 后面是那个 不的I 这两项 这两项是什么样 变成1了 所以这等于这 这样对吗 所以其实这等于平方 所以你做这个改变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这样会了吗 对 所以我们才得到这个 我们得到这个结论 没有问题了 对 那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找到第一阶 我们已经知道第一阶 第一阶修正向是0 那如果第一阶修正向是0 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到怎么样 我们就要考虑第二阶了 就要考虑第二阶修正向 这样会了吗 那我们先 第二阶修正向 我们先考虑机态的 我们先考虑机态的修正向 就这第二阶 就第二阶的修正 那我们把那个公式 我们把公式带进来 我们把那个第二阶修正向 那个能量公式 我们把它带进来 那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要算 就要把这个积分 把这个积分算出来 那我们下一步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 对不起 NLM 这是Z 对不对 你们看一看是不是这样 这00 你们交对一下看 有问题 那刚刚我们讲过 那扩散的θ是等于什么 等于更号 所以这是等于 我就写到这边好了 这样会了吗 那我们看 Y00是多少 Y00 这都很基本的 不要忘了 根号四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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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Y10跟这个 根号四派怎么样 消掉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 根号三分之一 然后R 然后这边是 YLM Y10 我就得到这个结论 OK 我这边应该 我这边应该这样写 才对 你们这边把他改过来 就是要对NLM上 然后M不等于1的 OK 我就考虑所有其他状态 OK 我们来看看 这基因告诉我们说 这基因在什么情况下 下不等于0 对 M要等于0 L要等于1的时候 所以是等于Δ L1ΔM0 这样会了吗 OK 这是可以积分的 当然已经有人帮我们积分了 这积分出来是这个 你积分出来结果是这样 但已经有人帮我们积了 OK 那这个通常是写成这个 这FN FN就是三分之一 然后再积分这一项 有问题 这你们数上有了 这公司你应该数上有了 你们就照数上就得 那我这边是告诉你 这个公司怎么来的 OK 所以我们最后结果 我们的最后就是1 这边的最后结果是这样 OK 这是最后结果 OK 我们知道原先 原先的散面什么是NLM 对不对 那我们告诉我们说 L要必须等于1 N必须等于0 所以我们最后只需要对什么SUM 对NSUM就可以了 这样会了吗 然后你再把这个能量 把能量公式带进去 来我们带进去好了 这等负的1平方 然后10平方 然后上 所以我们得到最后结果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阶的能量修正 有问题 那在书上 书上还讲了一些 书上讲了一些估计的方法 那因为它公式有公式漏掉 我现在把它抄下来给你们 我们这边 这个公式 我们是正确的算出来 我们是正确的算出来 把那个SUM SUM叫无限多项 你就可以算出来 不过当然 这你要 你要完全准确算出来的话 你要加到哪里 要叫无限多项 这样可以吗 要叫无限多项 但我们这边讲的 就是你们示范用的 就是我们可以做估计的 我们可以估计看 这个项是多少 这样先是吗 底下的公式里面书上漏掉了 你把它补进去 这边是100 漏掉 这式里面书上漏掉了 你把它补进去 就是说 第二阶修正项 基态第二阶修正项 它的绝对值 绝对值是等于这 然后这个小于 小于这 你们再操小看 小不小这怎么来的 不晓得 不要忘了 分子永远都大一等一点 因为分子是绝对值平方 所以大一点 那父母呢 父母呢 我们看N等于1 N等于2那一项 对不对 我这边写N等于2 我们知道 在 N相同的话 LM都怎么样 有没有影响 所以 N200其实等于210 200跟210是一样的 有没有问题 但N等于3呢 N等于3能量 比这个能量还怎么样 比这个能量小 对不对 所以父母会怎么样 父母又比较大 我这样写好了 剪掉1 我们有200 对不对 我写210也可以 然后1 00 这是N等2 N等3 3 10 然后N等于4 一直略推 你们知道 这是能量差 对不对 一往下面 这能量差越怎么样 我这样写绝对值 对 越大 这大于 N越大的话 真能量差就越大 但是他在分母 分母 分母导过 所以 如果分母的话 这大小 怎么样 要导过来 这大于 如果分母要怎么样 用小于 所以这边是小于 这样知道意思了没有 N等 这一项 跟N等于2是一样的 但N等于3呢 就比它怎么样 比它小了 这样会的吗 所以N越大的话就越小 所以这不懂事是成立的 有没有问题 来我们再继续 那我们就得到 其实我还是写1-0好了 然后这边是 这一项是原先的这一项 我加上这一项 我多加一项 那这一项等于多少 那这一项等于多少 我们刚刚解过了 这项等于多少 等于0 因为这个机分是0 我就加一个0项 有没有问题 那这是等于N等于1的项 我加上一个N等于1的项 那因为这一项是0 所以不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 原先是N等于2开头 现在加上一个N等于1 所以变成怎么样 N是所有的 变成所有的 这样会的吗 所以变成所有的 所以我这边式子变成这样子 这个没问题的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搬到这边来 100 我们那个SAMINTION 把它搬到里头去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问你们 这是什么 D 对 是Identity 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变成这个 我们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那这个 这是可以 这很容易 这很容易积分的 结论结果是这样子 是三分之一 可以写成这样子 知道晓不晓得这怎么来的 我把那个原因写下来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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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扣函数是球面对称的 所以 这个平行值 三个平行值是一样的 有没有问题 那 R平方呢 等于是多少 这样对不对 所以 所以这平方等于多少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很容易积分 这积分结果是 A0的平方 这个积分是等A0的平方 所以我们最后 最后得到这个结论 那你把这个带进去 原先那个 左边那个 我们知道怎么样 就知道那个 R 这样可以了吗 你把这积分带进去 带到那个式子 就可以得到这 就是说 第二间能量修正的 它的会小一个量 有没有问题 那这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把它带进去了 你用这个积分结果 用这个积分结果把它带进去 带进原先那个 其实我直接把它写下来 对不起前面还有个细数 对不起 这边还有一个细数 这边是一平方 一平方 您把这补进去 这边是这一平方 这边还有一个一平方 跟一整 那个电厂平方 书上讲这一部分 它主要在讲一个三度 那那个 你们自己在 你们在 从这边应该可以知道 你们在照 后面在照书上 你们就可以知道 那个三度怎么来的 那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就要讨论 那个 减病态的问题了 因为N等于2的话 就有减病态的问题